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姐妹 早安 我们在网路上的家人朋友们 早安 很高兴早上我们一起的在这里等候神 仰望神 日子真的过得好快 今天我们来教会的路上 发现车子不多 那就想 为什么车子不多 后来就想 因为明天是中秋节了 牧师说 不是 是端午节 端午节 对 是端午节 那我想 端午节 日子过得真快 好像没做什么 就已经端午节 这个这一年已经过一半了 其实当然也不是没做什么 不过我们人生 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就是这样 我们感觉好像我们都没有做什么 人生已经过百了 半百了 不是过百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日子真的过得好快 可是我就想 真的我们很幸福 就是我们有主嘛 我们有主 我们可以跟随神 这就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那早晨我就想到 因为我们是等候聚会 也是一个灵修会 那在这样的聚会追求当中 我们总是期待 可以更多的来建立弟兄姐妹的灵性 更多的我们怎么样的来 依靠神 我们更多的怎么样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那等候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等候神 很多人都觉得等候神 你要等候神啊 神就会为你预备啊 通常这样讲都是说 你要等候神的时间 神给你预备一个婚姻 预备一个工作 那这个当然也是也是等候神 没问题 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嘛 不要跑在神的前面 可是我却觉得说 我们说的等候神 他讲的更是一个关系的建立 就是好像我们学习势力在耶稣的面前 耶稣在我们中间 然后我们学习势力在主的面前 好像像先知以赛亚说的 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好像我们随时预备好 今天主你要我做什么 哦我势力在主的面前 哦主你要我祷告 哦我们就起来祷告 哦我们就起来唱诗 我们就起来服侍 我们就起来关怀 就是在那里 对这边你过一个等候神的生活 就是会这样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你平常就有这样的操练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 在我们的里面就有一个线 好像它很容易牵动我们 哦好像我们很容易顺着神 哦就是哦主要我 我这样子做主要我那样做 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好刚好哦 我给这个人打电话 他刚好有个需要 其实不是他刚好有个需要 是我们当我们愿意这样顺服主的时候 主就把救恩恩典借着你带给这个人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等候神 真的很重要 他可以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这个人的生活 带来一个奇妙的改变 而且等候神 常常等候神 会让你的心宽啊 心宽路也会变得宽 有时候我发现我们人啊 越成长啊 就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心胸 就是好像越来越狭窄 也不是说每一个人啊 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小孩子 也许两个小男生吵架 然后老师就说两个不可以吵架 吵架在他们罚站 站完以后老师会说 那你们知道错了 那要握手 那很快有时候小男孩就握手 哦又等一下又一起去玩了 有的时候两个孩子吵架 那到最后 就是关系搞坏的都是两家的妈妈 孩子还是玩在一起 因为孩子就是他们不在意嘛 就是很容易又玩在一起 可是有时候我们 我们越成长 我们就很容易计较 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像我们这样对别人 别人也没这样对我们 或者我们觉得说 这个是应该这样做 好像没有被合理的对待 或者我们心中所期待的 好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们觉得你应该要这样付出 我已经付出那么多 那有的时候 这样子我们渐渐的 我们的心情 会受我们的心 好像就给掌控了 所以有的人 他们就越来越不快乐 越来越不快乐 当然我觉得喜乐是一个选择 我自己也觉得说 我们人不可能说 每一天好像就 都好像没事一样的 都很轻松愉快 那除非我们精神有状况 一个精神有状况 他每天都很轻松 但是问题是不可能 我们慢慢地成长 你就会 你的责任 你的压力一定会增多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正常的 只是我觉得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力量 就是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神会把那个力量给我们 而我自己在想 那个我们等候神 我发现 当然会得到很多的祝福 我们跟神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 神是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 你知道 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那个说的就是 在同一章诗篇里面 他也提到说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选择的道路 我就觉得说 这里讲的就很有趣 他说当我们敬畏神 那是一个单纯的敬钱 好像我们就是单单地 主 我就是信靠你 每一件事 主 我就是学习仰望你 可是这里说 同一章诗篇说 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那个亲密的意思是 神好像是看我们是 他的好朋友 而且在这个其中 我们不是说好朋友 只是一起吃喝 玩乐 很快乐 像世人一样 主不是 主做我们的好朋友 他会供应你 你的需要 你需要的帮助 你需要的医治 资源 主会供应你 可是这里讲的是 好像那个好朋友是 说到是 神会辅导你 神会在你的里面 给你策略 献一个策略给你 你知道 所以这就是圣灵 当然也是圣灵保惠师的工作 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 我每每想到这个 我就觉得很感动 对 我们成为耶稣的好朋友 当我们等候神 你知道 神会辅导我们 你 读书的时候 还有辅导师 还有辅导老师 对不对 要辅导你 劝你不要跟爸爸妈妈吵架 劝你要好好读书 不要交到坏朋友 不要有坏习惯 可是当你慢慢长大了 然后后来出社会 有公司 公司也不会有辅导师 那通常公司里面 就老板教训你 就你不试任 走 大概就这样 我们就又再换一个工作 那所以有时候 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不断地受伤 你知道我们人 很需要被辅导的 一直到我们年纪很大 我们都需要被辅导的 可是当我们年纪 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没有人敢辅导我们 因为一辅导你 你就不高兴 你会觉得说 凭什么辅导我 你日子过得比我好吗 你比我更有成就吗 你孩子带得比我好吗 有时候我们人会这样 除非有一个人 你真的很辅导他 那可能他说的话 你还三分信 但是有的时候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 有一位神 神他愿意做我们的密友 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好像当我们敬畏神 神会把他的约来指示我们 圣经这样说 那个约 事实上在章节里面 这个字 他说的就是神的心意 好像神会把他的心意 来告诉我们 那这样子好不好 我觉得太好 当我们等候神 当我们亲近神 神就辅导我们 告诉我们 应该要讲主 这个事情不要那样 或者我们不晓得怎么办 他给我们策略 他告诉我们 你可以这样子 这个事情你可以这样做 那个事情你可以那样子来决定 那我们后来发现 情况特别好 神给我们的策略 都不会是那种很烂的策略 那不能够执行的策略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良朋密友 而且神要把他的心意 来告诉我们多么好 那这个真的是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 花时间等候神 我们的信仰 真的讲的就是一个建立一个关系 很多人都会说 对啊 我们跟神有天父的关系 祂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是祂的孩子 然后就在这里 停在这里 因为也没有感觉 你遇到事情 你还是自己做决定 你遇到什么状况 你也不会寻求神 因为你会凭你的直觉 你想的都是你自己 一个人很少 真的 除非一个人跟神的关系 是那样的一个亲密 不然人都很容易 把自己的事情摆第一 很少人 真的 一想到事情 这跟我的信仰 这跟我的服事有冲突 我要把主摆第一 那我可能要牺牲我的兴趣 牺牲我的睡眠 甚至牺牲我的健康 很少人这样子想 因为总是 因为那是一个习惯 不是说他们不爱神 他们可能也觉得 我们很爱神 可是有的时候 就是一个习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要等候神 诗人说 我的心 我要终日等候神 他为什么说 我要终日等候神 讲的不是说 你整天都不要做事 就一直坐在那里 不是 那个就是一个操练 一个心 好像 当然这个操练 为什么我觉得说 有时候我们需要固定 每一次我们分一点时间 也许我们礼拜四在这里 有灵修会 等候去会 我们常常这样操练 操练 那渐渐的 经过了三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你会发现 好像这样的一个 属灵的一个习惯 生命 它就很自然的 真的是在你的里面 那这个是 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会发生的 当一个人 他常常的亲近神 这是主说的 我在你的里面 你也在我的里面 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抽象的 神 祂那么的 祂是伟大的神 祂是神 祂怎么可能在我们 这种贫瘠的人里面 我们这个人 有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自私 我们的骄傲 伟大的神 祂那么谦卑 祂那么棒 祂怎么可能会住在我的里面 对 对 这个就是一个操练 当我们不断 不断的常常操练 常常学习 回到里面 那你说 那回到里面 这个也是很抽象 什么叫回到里面呢 那 对 你可以想一想看 在一整天的生活里 你有多少时间想到 神 有的人泄饭的时候 哦 想到了 这还不错 有的人连泄饭 吃饭都没想到 那 可是 你要想想看 你有没有很习惯性的 我买菜啊 我也想到神 我做什么事情 好像很习惯的 就回到里面 我们就亲近神 那 就是 好像 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好像 神 祂就是在我们的里面 那是一个很自然的 生活 那 那 对 我觉得 这个是 是会发生 可是我要讲的是 那你说 那可以操练嘛 那 如果说你很渴望 也有这样的一个生活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过一个 与主同住 同行的生活 主在我的里面 我也在主的里面 听众姐妹 我觉得 你就是 可以操练 至少我觉得 等候神 祂一定会帮助你 等候神 你真的不要只是 像我刚刚说的 等一个外在的时间点 哦 这个是神的时间点 到了 我要做一个事 这个已经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 等候神 祂说的是一个更深的 讲到我们跟神 之间的关系 我越来越觉得 神很可叛 好像渴望神的儿女 我们 我们真的不是好像 来聚会 或者读圣经 真的就像那个肉啊 白切肉 沾酱油 而是真的我们可以 更多的浸泡在 主的里面 好像让神的生命 也浸透 在我们的里面 一个常常 等候神的人 我觉得一定会 有一个改变 就是他一定是 一个感恩的人 在他里面 就有一个能力 那是一个 感谢的能力 你知道在诗篇 一百篇 第四节那里说 要称谢 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 进入他的医院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那这里说 当称谢 进入他的门 也就是说 在现代中文译本 它是这样翻译 说要用感谢 进到圣殿 讲的是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是要带着 那个感谢的心 哦 感谢神 今天给我健康的身体 你看 我有健康的身体 所以我还可以走路 我还可以来到教会 感谢神 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 哦 感谢神 哦 让我可以 还有一点空间 时间 我可以这样子的 来寻求神 就是一个感恩的态度 感谢的态度 而不是觉得 例行公事 哦 今天礼拜天 又要做礼拜了 哦 今天早上起来 又要QT了 这个又要奉献了 哦 又要服事了 那个不是感谢的态度 那个感谢的态度 就是觉得很感谢神 我可以来到圣殿 我可以这样子的来寻求神 诗人说寻求耶和华的人 心中应当欢喜 你寻求神的时候 你来追求神的时候 你有没有很高兴 有没有很高兴 那这里说 要赞美进入他的院 说的是要用颂赞 进到他的圣所 然后要感谢他 要颂赞他 所以好像主就告诉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应该要这样常常 感谢神 来赞美神 如果我们常常等候神 你会发现 这样的生命 就会在你的里面 我说你就会有感恩的能力 也许过往有一些事情 你常常觉得 你不是那么满意吗 我总是想到 那时候我青少年的时候 小时候就是觉得 大概我觉得 大概很多青少年都一样 我觉得我也不是特例 都不会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是最好的 都会嫌他们 嫌这个嫌那个这样子 那就觉得他们也不懂我们 不了解我们 有代沟 觉得他们很麻烦 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懂 觉得他们不够爱我们 觉得他们钱没有给我们的 零用钱很多 还什么大概都是这样 你看最近有一些社会案件 有一些可怕的 我觉得有些特别可怕的 还有那种凶杀案 那个原因进来都跟手机有关 就是长辈也许不要给孩子玩手机 或者说就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禁止 其实是对他们好 可是孩子们暴怒 所以有时候就动手就失手 就带来一些伤害 那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可是我发现 当我们信靠主 所以人越小 信靠主越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小 就让他们慢慢地培养 也许他们刚开始 他们不会说 立刻到位 变得很感恩 不会 你不要期待你的孩子 来到教会两年 他变成一个大圣人 对你充满了感谢 每天给你好像给你按摩 听你的话 然后做家事 功课自己都写好 然后也不会在外面 夜游很快地回家 你不要这样期待他 可是他会渐渐的 他如果你一个人 越年轻可以信主 我觉得是恩典 就是神可以改变他 当然他也很有机会 变成浪子 在外面晃 他可能晃个几年 五年 十年 有的人 有一次听见一个见证 有人晃五十年 才回到天父的家 也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神 都不会放弃我们 但我只是要讲到说 如果我们越年轻 或者说我们早一点 早一点能够来信靠神 神就可以改变 我们的内在 所以说我就常常想 现在当我后来 更多的信靠神 认识神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看 我自己家中的长辈 我的父母 我就觉得他们 他们其实有很多 我觉得我值得感恩的地方 他们也有很多 他们可爱的地方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 去好像去硬凹 而是在你的里面 你很自然的 也许其实在人来看 这个就是他们的缺点 可是神 他可以给我们 另外的眼光 我们可以看见 这其实怎么样的 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眼光 来看他们 然后你的心就充满了感恩 昨天 我在这里 我就录那个活泼生命 我们昨天录了六集 六天的份 可是我刚好 因为时捐TV 他给我的范围 是讲到诗篇 讲到大卫 我就觉得 我在预备 我就看着看着 我心里真的很感动 我就发现 人好像再一次地被提醒 感谢赞美的重要 大卫其实是一个 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 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他在很痛苦的时候 不管是被追杀 他常常形容 他周围有一些犬类 那也有一些这种 反正很多的人伤害他 而且他那时候被逼迫 受痛苦 他受得好像很瘦 瘦得他觉得 那个骨头都可以被数出来 可是圣经却说 他却常常就转一个方向 转向神 再来赞美神 再来仰望神 所以有时候他有冤屈 可是他就祈求神 神你要为我伸冤 这样子 那我就是 虽然现在冤情还不得生 可是我仍然要来赞美你 我就觉得说 对 我们不是说事情解决了 而问题解决了 我疾病好了 我才来赞美神 而是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在学习 看见主你掌权 主你掌权 我们就来赞美神 真的 因为我觉得感谢赞美 是很重要 所以每次我们等候神 为什么 我们跟神需要建立那样的关系 因为你跟神的关系 不好 或者说不真实 你就会有口无心 有时候我们嘴巴是赞美 可是久了 你不知道你在赞美什么 你就觉得好像 例行公事 有的时候 有的人还觉得把它当作流行歌 在唱一样 可是不是这样子 对我说你要知道 你是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赞美 不在乎说 你会不会唱 你会不会走音 或者说你的词句美不美丽 跟这个没有关系 而是你是用你的心 我们用我们的心 我们来歌颂我们的神 那神听了 祂就会很喜悦 而我们的生命 也在敬拜赞美当中 不断地成长 以前我听见一个牧师 讲了一个故事 他讲到赞美 赞美很重要 它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属灵氛围 它可以让天使为我们 征战得胜 他说到有一个年轻人 他就是很忧郁 而且这个年轻人 他不只忧郁 他很喜欢讲负面的话 我们大家知道负面的话 就是常常讲那些 反话不好的话 然后觉得自己没用了 很绝望 厌恶人生这样子 这个也讨厌 那个也讨厌 就讲这些话 那有一天 他说神就打开 这个年轻人的眼睛 让他看见 每一次 他讲这些负面 消极的话 他一直讲 一直讲 那旁边都是邪灵 都是邪灵 魔鬼就环绕他 就充满他 对不起没 就很认同 他说的负面的话 你知道 你知道每次你讲负面的话 那那个 那个魔鬼在旁边 就一直跟你说 好啊 好啊 继续讲 继续讲 所以你会发现 奇怪 怎么有人讲负面的话 越讲越多 越讲越来劲 就停不了的 真的 你有没有发现 有的人他可以一直抱怨 不管有没有人 站在旁边 他可以跟你念两个小时 还在念 真的 那里面都是负面的话 那可是同时 神也让他看见 当他一直在抱怨的时候 旁边充满到邪灵 可是就在这个时刻 在他的另外一边 有天使 可是天使呢 看起来 天使在旁边就垂头上气 手中有宝剑 是圣灵的宝剑 可是垂在地上 举不起来 因为你 你一直在抱怨抱怨抱怨 你的周围都充满了邪灵 天使根本就没地方站 好 那所以后来 他好像有个醒悟 他就觉得 他不能够再这样子 所以他决定 我不要妥协 我要起来赞美神 我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当他决定这样做的时候 突然在灵里 他就看见 那个魔鬼就失去了力量 当魔鬼失去力量 一个人当他说 我要起来 我要赞美神的时候 光是这个动作 你知道魔鬼 他就会害怕 他就会腿软 而在这个时刻 他说天使就拿起宝剑来 就击退了魔鬼仇敌的攻击 那我觉得 这个 我听了这个故事 我心里其实是很感动 很感动 所以我就真的相信 我很认同 就是当我们真的是 一直讲那些 负面 消极 抱怨的话 你就是让黑暗充满 当黑暗充满你的时候 你知道神要帮你 不是说神不能做 而是你看不见神 事实上说 我们的眼睛 就是身体的灯 对不对 你眼睛如果辽亮 你全身才会光明 当你的眼睛都昏花的时候 你看见了 因为你嘴巴一直讲负面的话 你看的也都是负面的 所以你看不见你人生的光明 你看不见任何的希望 你所思所想 都是这些负面 死亡 消极 这些要背叛 你很痛苦 所以有的人 为什么有的人 最后 这些日子 这么多的这种凶杀案 不管是自杀 或者 或者就拿枪 去扫射别人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你怎么样 看到一个蟑螂 我们都 应该会敢打 我们家是常常都会推 你去打 我去打 这样子 我们家只有两个人 总是要有人 有的时候连自己 我的意思是小动物 你也不忍心伤害 那蟑螂可能应该 都会打死的 只是说 我是说小猫小狗 我们都不会说 看到它就踢它 不会嘛 那更何况是人呢 你怎么会去伤害人 你怎么会拿枪去扫射 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你所伤害的人 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可是有的人 因为他觉得 因为觉得大家都对不起我 甚至有的人 他们听到负面的声音 谁谁谁 叫他去杀人 所以他们就 我就这样拿起枪来 这样胡乱扫射 所以有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人 他太负面 就会邪灵充满 但是我们 只有当我们明白 这个严重性 那你愿意 主那我要来赞美你 当你赞美神的时候 你知道你自己 不能够征赞 因为有时候 我们很软弱嘛 我们的信心不足 可是神会释放 那个争战的天使 圣经说 天使就是服役的灵 那个争战的天使 就为我们争战得胜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 带到神的面前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 我也没有觉得说 好像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装一个样子 我们明明很软弱 可是我们要一直说 我很刚强 我很勇敢 我没事 没有啊 有事就有事嘛 对不对 我们保罗说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保罗说我比你们还软弱 那但是软弱不是问题 我们重点就是 当你在软弱无助的时候 你不要让灰心充满 你不要随便做一个决定 很多人在那种黑暗的时刻 常常讲负面的话 即使没讲出来 他的内在 他的心思充满了负面的想法 然后他就很容易做一个决定 我要离婚 或者说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要离职 我要怎么样 就是这样 可是神 我觉得我们的信仰 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祝福 就是神他就是帮助我们 可以面对 有的时候神真的知道 我们是很无助啊 我们很无助 我们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有一次我记得 我妈妈那时候 她刚失智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去到安养院 那有一点点的一些时间 她就住我们家 一点点时间而已 那我们就看她情况越来越不好 可是有时候就很难处理 因为讲她也不懂 然后就是走路很慢很慢 不敢走 也许我会想可能看不到前面 从一个门进到一个门 就是要 就一门啊 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界线 也没有一个台语吧 这中文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门槛 对 门槛 那她就跨不过去 这搞了十分钟 然后有时候我们就 看着有写功课 写什么 那同样的话可以一直问一直问 那这样 她说不晓得该怎么办 有一次 然后有时候半夜又不睡觉 自己把她自己的药全部又丢掉 然后呢把门锁好 可是又自己去开门 有时候会跑出去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 说压力真的是很大 第二天又要服事 那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 我记得有一次 我说压力太大 我就对着我妈妈一直讲方言 我就一直讲方言 后来我妈妈就看着我说 你说什么 这样说 她听不懂她讲什么 后来我看她这样 我也觉得很好笑 就觉得有的时候神也知道 当然后来感谢神 神也是给我们开一个门 让我们对妈妈有最好的帮助 可是我只是提到说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过程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快 我们自己也快要神经崩溃了 那这样 但是问题是 还好我们有神 我们有神 就是我们可以来赞美神 当你说我不知道怎么赞美神 你就说方言 你说方言 那神就给我们开一个路 对不起我们很容易来到神的面前 你不要觉得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很困难 你要知道 我们神很爱我们 他没有给我们一个难的路 有的人觉得说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遇见神 我很渴慕神啊 我也想被圣灵充满 我想要更多的得着神 有的人这样说 我想跟神建立一个关系 可是从来不付代价 对吗 你如果什么事情 你都想到我的需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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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说 我想跟神建立关系 我想要更靠近神 我想更多得着神 我跟你说 不可能 你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你自己生命中的主 你没有从你里面的宝座下来 在一些事情上面 你没有学习 主 我要放下我的想法 我要放下我的意志 甚至我可以信靠神 我不用担心 有的时候我们想很多 但是我们想很多怎么办 万一继续这样 那以后怎么办 想想想 我都想说 那个时候如果面对我自己的母亲 这样的状况 她没疯我都先疯了 对不对 因为每天 我晚上几乎都不敢睡觉 为什么 因为就是一听到七七说 因为到晚上她不睡觉 她白天睡觉 这样 所以有时候 你最后压力很大 但是我觉得 当我们这样来信靠神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神他就是会带领我们 他就是给我们开个路 你也不用想那么多 那未来 未来 未来在神的手中 一步一步地走 我们就是感谢神 主 这个事情我交给你 我仰望你 当你常常这样来操练 常常这样来信靠神 你就会发现 神他说 他是道路 他是道路 他是真理 他是生命 主要给你开一个门 所以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 我们顺遂的日子 平安的日子 好好的这样来依靠神 真的 当危难来到的时候 神是公平的 神不会说 看这个人比较不顺眼 给他更多苦难 那个人 他是服侍主的 那让他都太平 不会的 我觉得神不偏待人 不偏待人说的是 恩典 给这个人 也给那个人 可是我觉得 苦难 给这个人 也给那个人 讲的 当然神不是用苦难 好像觉得主没事就发包 你也有这个苦难 我也有这个苦难 不是 神是透过苦难 神是借着困苦 来救拔困苦人 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 来开通他们的耳朵 所以说的就是 在困苦当中 神就打开我们的耳朵 在困苦当中 我们明白 我可以这样信靠神 在困苦当中 你所学的这一些 都用上了 你就开始知道 开始好像检验嘛 就像为什么学校要有考试 他考试就是要确定 你会不会 你懂不懂 不考 我们都觉得我们都懂 都听老师讲讲讲 都懂都懂 可是问题是 一考试都看不懂 可是呢 我们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听听听 如果说你只是光听 你都真的会觉得 你也是个属灵为人 你也是甘恩夫人 你也是尼托神 因为听起来都很棒 可是一旦 这个试炼临到我们 你可不可以通过这个考验 我是不是真的把我所学 我所听见的 我真的落实 我去遵行主的道 然后我去经历到 神你是真实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嘛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 你会真的发现 一个试炼来到 一个检验来到 真的 神的儿女倒一片 没有办法 因为有时候 他们不是不爱神 其实我觉得 他们没有不爱神 可是有的时候 就是里面 好像心灵愿意 可是肉体软弱 所以我们等候神 就是要胜过我的肉体 我的肉体当然会软弱 可是呢 当我等候神 我一直跟神连结 神就帮助我 在我最软弱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力量 他就把我拖起来 好像他就撑起我 所以听起来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等候神 我们就是这样子 带着我们的本相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是这样寻求他 更多的亲近他 真的 这实在是一个 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会听见 我们有网络家人 跟我分享 他就 因为有时候不容易 来到我们中间聚会 有的时候是因为 距离的关系 那就讲到说 他们只是光听 就是一直跟着教会 就听听 他就觉得说 感谢神 当他愿意去做的时候 当他愿意去操练的时候 去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 以前可能就按照自己的想法 或者这样做 那样做 可是当他现在愿意 放下自己 舍己 当他愿意这样来学功课 来仰望神的时候 他发现以前过去 很多那种纠葛 那种挣扎 那种问题 他觉得其实 好像神就一直带领他们 走在那个宽阔的路里 其实环境有没有改变 我觉得环境没有改变 是这个人改变了 有的时候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 有的人觉得 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快乐 你想是他的环境改变了吗 仔细问 也不是 原来是他的心改变了 他跟神的关系改变了 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 有一些人 为什么通通都没变 因为他觉得 我怎么变 我的环境都没改变 上帝都没帮我 我怎么变 当然 这个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操练 要学习主 你帮助我 你是我的救主 我所信靠的神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我就早已上胆了 我所信的神 祂是真神 祂是又真又活的神 既然祂是真神 那我要信靠祂 在我最软弱的时候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我要信靠祂 我不要凭我自己的感觉 但我觉得每次我们等候神 神就是一直拿走 我们天然的感觉 你知道我们这个天然人 我们很有感觉的 我们的感觉 常常有时候给我们带来 负面的观感 思想 决定 可是每次我们等候神 神就一直在清洁我们的心 让我们更多去想到那些 神的良善 神的美好 神的真实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跟神连结 弟兄姐妹 是恩典 是恩典 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 这些日子 虽然我觉得这些日子 特别在台湾 其实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在众教会当中 我想不管对神的仆人 对弟兄姐妹来讲 也都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在整个大环境的 试验当中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 环境 如果你期待 环境以后会更好 那你就会一直活在期待当中 可是如果你知道 反正都是一样的 耶稣在哪里 那哪里就是天堂 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说 要紧的是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要看见主掌权 主你在我们中间 我感谢你 你该做什么事情 在平安的日子 该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在患难的时刻 你该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有的人习惯性 在患难来临的时候 东改西改的 可是你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你尽可能的 当然有时候 我们要更多的祷告神 依靠从神来的保护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告诉神 不要因为环境的恶劣 或者说有一些 一些试炼的来到 好像让我们这个人 我们就站不起来了 神可以叫软弱的 变成刚强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等候神 我们更多的等候神 连结在主的里面 就经历到 主是我们的盼望 祂是我们的力量 愿神早上用祂的话 将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来唱 耶稣是永恒的希望 那之后请牧师为我们 做祝福祷告 呼吸力人员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wich乎 还赴华 徐良 祝福 這是 你 没什么 是 第一 这对 是